东湖死亡车祸事发第四天 民众自发性线上的花束 已经挤满一栏 判三名死者一路好走 伤者扫日康复 其中还有疑似华航员工的家人 也到现场送上卡片 上头写着 我跟妈妈会好好过日子 无需挂心 一字一句都坚强的让人鼻酸 只是现在关乎三个破碎的家庭 上千万的赔偿责任 全落在少年父亲的身上 但他真的赔得起吗 对不起大家 我不会教小孩 我会为我儿子负责 警方移送时也主动为受害家属 鉴请清查财产 但没想到法院不同意 跟着了解少年因为父母离异 从小隔代教养 父亲从事金融业 同时也是新店某宫庙的创办人 事发当天接到警方电话 才知道宝贝儿子闯下大祸 等一下要跟家属道歉吗 坐在警车内双手遮脸 头低到不能再低 自己犯错却要由家人承担负责 虽然事后父亲表示 他相当自责但明明知道自己没有驾照 还偷开车上路 如果被认定犯罪情节重大 很有可能会被移送检方侦办 一旦移送地检署以后 就由检察官来接续侦办 也就是按照一般刑事案件来侦办 不会考虑因为他是少年 所以有其他的处分 少年的一念之差 不只撞回了三个家庭 还把自己的后半辈子也全赔上去 新闻李宗翰 张杰然采访报道